什麼機關團體 其實都是謠傳不斷 像旁這以前 我讀的是 關渡那個光武公專 現在好像變成一度改來改去改名稱 最後不知道城市大學什麼 我不是很確定 Anyway 像當時呢 我們在那個關渡的山腰上 對不對 那當時要進出台北市一定經過哪裡 一定經過那個大渡路 當時那不得了 那個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那個只要到一假日的時候 那個大渡路到半夜 熱鬧得不得了 然後很多這個機車啊 甚至轎車啊 機車比較多 就在那邊飆車 然後很多民眾會聚集 好像每週都固定來那邊 看一個很精彩的這個實境秀 那當然這是一個社會的現象 但是以當時我們自己的學生 我們當時就知道 其實幾乎呢 每個學期都會聽到 誒誒 那個某個幾年幾半哪個學長啊 或哪個學弟啊 在那邊又有出事啊 那就是因為在那周邊的學校 因為我是在光武睹 所以我知道 我自己就身在其中 那周邊的學校呢 我覺得也不乏會常常出現這些事情 那我自己也很遺憾 到我當時專課五年級的時候 我們同班同學 同班同學 應該就是最後一學期 等於你要畢業了嘛 等於是畢業考 畢業考的不知道第幾天的考試 我就同班同學 就在來學校 要這個 參加考試的路途中呢 就 就發現車禍 然後 也那個 也走了 自己同班同學 那真的是 非常令人傷心的事情 那因為當時 專四專五等於是大一大二的年齡了嘛 已經很多同學 幾乎都騎摩托車上下課啊 那我現在為什麼講這個呢 就是因為有同學 他們是讀文大的 也是常講說 經常就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啦 因為你這個養得大道 長期的一個下坡 那再加上呢 年輕朋友啊 不管你是上下學也好 或者是說要去夜遊啊 玩耍也好 其實年輕氣盛啊 設施衛生 那再加上這一種危險的環境 本來就很危險啦 那現在當然不管我剛才前面講的 這個大多路也好 已經現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做了一個 快慢車道的一個分隔嘛 那跟我們那個時候 沒有分隔 然後沒有強制戴安全帽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環境 那養得大道呢 我們也知道 其實有 好幾處齁 是有這一個測速照相機的 而且我看開啟的比例是蠻高 因為我常會上搖民山泡溫泉 常會走那條路 大家也 不管你是因為安全的理由也好 或者說你怕被取締也好 不管怎麼樣 結局是好事 我覺得大家在那個地方速度都放得很慢 但是你看這一個事情齁 好 一個年輕人 看起來是一些年輕人 然後要上山去玩耍 一個理性男子 八十四年次 八十四年次 據報導呢 是一些要上山去這個遊玩 那車上呢還載著 載著自己的這個好友 同學等等的 結果呢 他疑似是沒有駕照 沒有駕照 然後呢 這個車速過快 車速過快 整台車呢 在這個仰德大道的一個 彎道的部分 彎道的部分 因為下山是下坡嘛 不管煞車不急也好 失控也好 我的判斷是車速過快 然後失控了 那麼衝撞到路旁的公車 這個等候停候翻車 然後連旁邊的那個油桶 也被撞到飛在一邊 那到現場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後來很遺憾 兩個人是死亡的啦 但是呢 這一個駕駛人呢 他自己呢 居然自行逃離現場 那據很多的報導 是有指出說呢 似乎是把家裡的車子開出來 然後呢 他自己是無照駕駛 那甚至可能還有一些這個這個 客要的一些情況喔 是媒體上報導的一些資訊喔 好那這些不是我要討論的重點喔 你說他好壞喔 不顧自己怎樣 這都不是我討論的重點喔 重點就是說 在一些很危險的環境 這個環境包括說本身路況 也包括呢 車上的氣氛啊 什麼叫做車上的氣氛 大家都年輕過嘛對不對 你平常自己開的時候也許也還好 但如果說今天被人家挑釁 或者說本來就是幾台車 就是準備在路上要競標 競駛 或者說呢 車子改的 並並並並的 排氣管並並並並 然後改的滴滴的 然後我這個大尾翼 改的很 就很容易招風引迭嘛 那路上遇到同類的人 欸人家跟你閃大燈 逼你車 挑釁 這也是一種危險 另一種危險呢 就是男男女女嘛 對不對 年輕 年輕朋友對不對 載女生 載女朋友反而不會啦 反正在一起一段時間了嘛 那種聯誼啊 我剛認識的 為了表示自己很猛 很帥 車很屌 就開始哇 腎上線路起來 就開始飆啊 衝啊 越是這個車上的 這個女生啊 被載的 哇好緊張喔 尖叫怎樣 欸越是開心 其實你真的去問那些女生喔 其實心裡怕得要死 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咧 這一開車的人 就會覺得自己很high嘛 所以你看 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以這個 養得到這前幾天發生的 這樣一個很遺憾的一個事件 自己本身沒有駕照 沒有駕照 我都不認為說 因為沒有駕照 比較不會開車啦 什麼 其實我一直不認為 至少我們國內的 這個駕照 對於駕駛技術 或是遵守交通秩序的一些 這個遵守的程度 或認知程度 我個人是不覺得 會有太大的差異 我從來都不認為 那個是一個很主要的 而重點是 你今天因為沒有駕照 你開車的時候 你的心態上一定會有很大的改變 對不對 就是你不是坦然的嘛 對不對 你可能要避東避西的 這本身就是很不健康的一個狀態 然後呢 就是載一些年輕朋友 夜遊 然後開不是自己天天開的車子 家裡的車子 本身就非常非常危險 那在一個高速過彎的時候呢 其實真正你在討論駕車 高速要過彎 這個絕對是需要很多的 本身車子的條件 然後車手對於這個速度的掌握 OK 這樣的一個彎道 怎麼樣的速度進彎 是可以進去 這都是很多學問的 比如說呢 這一個90度的彎 這一個90度的彎 你的最大極限值 比如說這一台車 我們就講說 這樣的一個彎道 比如說寬就是6公尺的一個路 然後呢 你這一台車的條件 你是大概超過 我就舉例 比如說超過60公里以上 你就是沒有辦法過去 你一定衝出去的 要不然就撞到路旁邊去 但是我剛才講了 包括路的轉的角度 這是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 路的寬度又是一個因素 第三個因素 車子本身的條件又是一個因素 第四個因素 車這個駕駛人啊 你的駕駛技術又是一個因素 那我剛才講說60公里是指說 各個條件都吻合的時候 比如說今天大道賽道啊 這賽車手是被訓練 為什麼大家會記說什麼 一號彎 二號彎 三號彎 這一個彎是二檔過 那個彎是三檔過 然後呢 你看今天如果說辦一些什麼這種駕訓營的時候 會在每個彎道之前 開始擺幾個這個牌子 某些牌子是告訴你說 這個是煞車點 這個地方踩下煞車 某個牌子告訴你說 這個這個入彎道 幾十公里進彎 好是很多提示點給 就跟考駕照是一樣的 那你今天如果說駕駛人 他知道這台車的狀態 他能掌握到 說我應該多少時速進彎 什麼時候該踩煞車 都很清楚的情況之下 才能讓這台車的極限 只是60公里可以過彎的 好啊 那今天就像我剛才講了 就像一般大家車 路上跑來跑去的時候 你就不可能很清楚 很精準的知道 每條路的條件嘛 那再者 你這個車到底極限值多少 也不知道 尤其就不是自己開胎的車子 那你看 把車 這個逼到極限邊緣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 這個年輕朋友 把家裡車開出去 發生事故 這個車子這種狀況 也是屢見不鮮 其實在美國 有些車廠 他們就開始有做這樣一個服務 其實這東西 我們國人應該也不是陌生的啦 比如說你今天買買這個車子 有一些進口車 大部分都有這樣功能 比如說有原廠給你四支鑰匙 1234 這四支鑰匙 都是可以發動車子的 它裡面呢 都有這一個所謂的防盜晶片 都是可以發動這台車 同一台車 給你四支鑰匙 比如說這樣好了 好這個四支鑰匙呢 其實除了它都共同可以開同一台車的門 跟電門發動引擎之外 它還另外有各有各的ID 就是這是鑰匙1 鑰匙2 鑰匙3 鑰匙4 好今天呢你是可以呢 透過有一些是必須要到原廠用它的這個設定的整段電腦啦 有一些呢 甚至你的自己的車上 透過你的車上一些控制的一些按鍵啊 現在都很先進的 螢幕跟電腦一樣 就可以做一些設定 你就可以把這四支鑰匙 各去做一個單獨的設定 好就除了發動引擎之外 發動引擎一定是可以的嘛 對不對 好那最基礎就是大家熟悉的 比如說這個座位 你的駕駛座的位置 有Memory 1 Memory 2 這個這個爸爸身高180 媽媽身高165 對不對 然後妹妹 對不對 這個這個老二 身高162 然後老大185 我每個身高不一樣 但每個人都開這台車怎麼辦 那一人發一支鑰匙嘛 好然後每一個鑰匙呢 當他去開門的時候 好你只要透過設定的話 你上車的時候 他這椅子啊 他就自動進入到 你這個鑰匙使用者的一個身高 那你當然說 他就沒聰明到說 妹妹拿到哥哥的鑰匙 那椅子還是照哥哥的身高 就不是你的嘛 但是那是你自己拿出鑰匙的嘛 像這種功能 一般這個 如果說在開進口車的朋友 應該是很熟悉 有這樣的功能 那甚至現在已經進步到呢 會設定包括呢 這個引擎的運轉模式 比如說妹妹開車慢慢的 哥哥開車很猛 那可以設定成這個Sport模式 舒適模式 或者說呢 空甚至空調的一個 這個溫度設定都可以做 好但這些呢 都是舒適設定嘛 那我剛才講說 其實在美國有些車廠推出 就是說 針對這些青少年的這種 這種叫 應該叫Youth Key吧 就是青少年鑰匙啦 就你今天 媽媽的車子 OK 比如說這台車的這個原來的性能 是這個 這個200匹馬力 等等等等 然後音響設定 都是照自由設定的 今天呢 你就去把這個鑰匙 做一個特別設定給兒子用 給兒子用的時候呢 只要兒子拿他的鑰匙上車的時候 那就依照啦 依照父母親的要求 車主的要求 把這個設定成 比如說 200匹 當他用那一支Youth Key的時候呢 就只剩下150匹 然後呢 比如說音響 那年輕人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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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聲 音響也調成 他再轉大 就只能到某個程度的這個分貝值 你不能轉很大聲 然後呢 車上的 比如說這個防滑系統 是不能夠在車內主動關掉 媽媽開說可以 雖然媽媽都不會關啦 但是 你可以關嘛 但如果說今天是這個Youth Key的時候呢 他就設定成說 你不能把這些安全系統關掉 然後呢 這個 60年功力呢 變成只有30年功力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起碼 就車子本身 他不能夠做出太多的 相較之下 比較極限的機械動作的話 讓危險性降低嘛 那當然今天很多人跟他講 那這樣這個車呢 他就不要開了 那好 不要開自己想辦法嘛 是不是這樣 你不要開 那自己年輕人自己買自己的車嘛 那怎麼樣自己出 至少那個車你是熟悉的嘛 今天不是 開家裡的車 而且可能是偷偷開的 偷偷開 又是一個心理壓力 然後如果又無照 又是一個心理壓力 躲躲藏藏的 然後呢 又要乘快 乘狠 哇 就有時候就會發生這樣的一個 很遺憾的事情啦 所以呢 我之前跟各位報告過 一個類似的故事啦 就是我一個朋友 家裡其實環境不錯 做船產 那種開工廠的 那麼就他那個那個弟弟 其實就是那時已經滿18歲了 就是可能之前沒滿就有 之後來他跟我講說已經滿18歲 就是有駕照 但是就常常就是 因為等於是自己就是對不對 小王子嘛 對不對 那個小開 常常就是因為家 家裡那種傳產 很多跑業務的公務車啊 就是一些那種 國產的1.6的那種 就一般的那種車子就對了 那他是小開嘛 那個工廠辦公室裡面就很多公務車 他常常自己鑰匙拿了 就車開就出去這樣子 那也沒有什麼人敢攔他啊 那董事長 董事長夫人都疼他嘛 那開出去就 但就亂開一通 去幹嘛也不知道 反正就亂衝亂衝亂撞 然後常常就出事情 那有一次呢 就在沙茂山啊 就是 反正山上衝來衝去 居然整個車滾下山 那當然也是 其實人家福大命大了 衝下山 剛好一衝下去 就一個大樹把他攔著 雖然說車當然也是很嚴重的損毀 但是人是沒事的 那這個事情呢 就讓這個老人家就開始緊張了嘛 因為當然其實這個事情 其實公司大大小小人 上上下人 大概都知道 只是你就隨著他去 但是因為出了這個事情之後呢 就開始 很嚴正的要處理這個事情 那當然年輕人有時候 不太容易管啊 你說就不准他開嗎 好像也沒辦法 硬要偷開 你也不可能24小時管他 那後來呢 這個就也跟我聊起這個事情 那我就給他們出點主意啦 那出了這個主意之後呢 後來居然還真正某個角某個程度喔 就是改變了這個這個現狀 那我的主意是什麼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 哈囉歡迎再度回到騎車俱樂部 我是龐德 待會我們十點開始 我們是開放現場 COIN 的COIN 電話是0283693398 你可以針對我們節目中所聊到的話題喔 提出你個人的想法 意見或不同的經驗 那當然你自己的車子喔 在維修使用保障上喔 或甚至有一些這個改裝的部分呢 我也可以提出一些 我個人的一些建議 欸 為什麼講到改裝呢 因為我剛才前面講的那一段故事喔 就是那個工廠小開啊 那就常常拿家裡的這個工廠喔 公務車大家是跑業務的那些車子喔 就跑出去衝衝撞撞的 那我剛才前面強調說 就是一些原廠的 一些沒有經過任何調整 就原廠設定的車子 我強調這一個喔 好 為什麼現在新做這樣的鋪陳呢 因為呢 後來我聽這個朋友他跟我講這樣的事情 我就給他出個主意喔 就是反正 但如果說你能夠要求這個 你這個小開喔 乖乖的開車喔 這個速度放慢喔 等等 但是你我他都知道這是天方夜譚嘛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兩條路可以走 第一條路呢 你的車子呢 他他要開這些車子喔 或是說他這些每一台公務車他要抽 那就不要抽嘛 就其中一台專門給他開嘛 然後那一部車呢 其實去做一點改裝 好去做一點改裝 你說哈 改裝不是鼓勵他飆車啊 這個其實我覺得啦 有些很多人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也不盡然是對的啦 就是今天一個原廠 他在設計一個車子的時候 除非他這個車設計出來 就是很賦予賽車性能的特性的 比如說你說 B&W我們上禮拜才有提到 試車就把他撞爛了嘛對不對 就像什麼M3啊 M5啊 這種就是他本來就告訴你說 這一台車就是富有這個很有Racing的特色的 然後也賣的很貴 不是一般的車子 那一般賣給他大眾使用的這一種代步用的車子 不管是很高檔的或比較平常的 其實他的設計 idea 都是給絕大多數的人 絕大多數大家就是通勤上下班 對不對出去玩 開一開去 主要是舒適 省油 外型好看 實用性好 然後安全性 主動被動 要能夠符合一定的當地的法規或者需要 就是以這樣的邏輯設計出來的嘛 好那今天我講說他這個小開 他顯然不是一般人一般的駕駛人的習慣嘛 所以依照這個角度來看 為什麼我剛才前面講到美國這個車廠有所謂的use key 好然後現在在講這個故事 就是說其實如果啦 今天有很多的這樣子的這個年輕人 這個不論騎乘機車 或開這個轿車 會有這樣子一個類似的一個這樣的環節 駕駛自己不熟的不熟悉的車子 然後這個不熟悉的車子呢 他是不適於不適合在一個比較激烈的環境下 能夠提供一定的一個性能的一個回饋 如果這個行程有一定的需求的話 我認為市場應該要做出一個對應的車款 好專門給年輕人年輕人開的 那車上的對於一些某某的極限值 當然了這這好像有一個這樣 那不是鼓勵飆車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就年輕人嘛 你說一個20歲的人跟一個40歲的人開車的態度 會不會有很明顯的差別 大家都在同樣的一個交通規則的環境底下 我想大家都知道有很大的一個差異啦 所以為什麼保險費 到了30歲以後 反正年紀越大保險費越便宜嘛 出險率越低嘛 這是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 然後呢反倒是呢 越是年輕的朋友越沒錢嘛 越是開這個各方面條件都很差的車子 那等到年紀大啦 四五十歲啦 有錢啦 買個幾百萬的進口車性能好 安全性好 極限值相對高一些 但是老啦 開車已經慢慢來的啦 切個車道都要想一下這樣 就已經不需要這麼這麼多的 這個也不是不需要了 就相對來講啦 這個年輕朋友其實應該需要更多的保護的機制 但是呢其實常常他們開的不是這樣的車子 所以我們常會有些數據嘛 就是國內這一些年輕朋友 車禍的死傷率非常非常的高 那現在國內的這個生育率有這麼低 這實在也是一個應該大家好好的想一想的一個問題啦 好所以我就建議他說 這個車不然就拿去做一些改裝 好做一些改裝 但是呢其實熟悉龐德 包括你在龐德的臉書也好 或者我的0077車網頻道上 看到我關於車子的一些 不管改裝或維修 其實大家都應該都會很容易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龐德我自己 我所處理的車 就是我自己開的車子 其實幾乎 我應該不是講幾乎 百分之百 我是不會去改排氣管 製造很大的噪音的 我是都不會不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道德啦 而且我自己很討厭人家把車子改成大聲嘛 不管汽車機車都是一樣 那其他部分會不會呢 我會做一些更動 比如說透過一個你說排氣管的頭段 頭段跟噪音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你的尾桶才是主要你這個消音的一個重點 好做一些改變 或者說呢這個突人軸啊 改一些高角度的啊 或進氣側啊 改高流量的這個濾芯啊 好等等的在引擎拓缸啊 這個做一些這個增加這個動力的動作 然後煞車呢 改成這個更高規格的煞車 好比如說三系列車用五系列的這個煞車啊 或者說呢 C class用E class的煞車啊 好就是加大的 然後用這一些經過這個設計好的一些改裝鍵 去提升車子的性能 這個動作我是覺得會做的 當然啦 我也必須講 在國內呢 任何的一個非原廠的一個換裝呢 都是屬於違規的 但是呢 我是講這是灰色地帶 我的話我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建議他說 那不然你這個老弟的車子呢 就弄一部給他開 然後當然還是要規勸 然後給他開 他車上呢 包括這個避震器啊 去換這個比較硬的啊 什麼貝斯登啊 薩曲斯啊 這個比較好的避震器啊 然後呢 彈簧去換這個比較硬的彈簧啊 裝這個平衡感加粗啊 或是煞車呢 這個前後的煞車呢 都做一定比例的一個加重 那輪胎呢 用型號呢 這個 這個Traderware比較小的 就磨損率比較高 但是抓地力好的 跑胎 這樣子去開 那比如說 他在這個 這個沙漠山啊 滾下山那一次 好 他那樣的速度 就舉例啦 舉例相較 我們用相較的 在那樣的環境 他那原來那個什麼都沒有改的車子 他可能他極限值呢 可能 就假設了 60公里 他就要翻了 但是今天如果同樣的環境 同樣的路段 同樣 同樣一台這個車子 在同樣的速度 要進去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車經過了 我剛才前述的那一些東西的 這個底盤 跟煞車一些改裝 他可能極限值就升到 升到這個80 所以呢 他可能那個彎 他就是70進去的 所以本來沒改就翻了嘛 那今天 如果有相改的話呢 他可能就過去了 就不會翻 那時候我90進彎 那我想 這個人總是有一定的 對於速度 對於恐懼感 跟判斷能力啊 就像為什麼常常 有一些比較年輕的 這一些 這個駕駛人 他 比較容易出事 就是他對於速度的 這一種敏感度 還不是很清楚 在那個臨界值 只要一超越 那就完蛋了 但就如果說 今天臨界值很高的時候 其實人總有一個基本的 基本的一個反應 就比較不容易跨越了 那這是第一條路嘛 那第二條路而說 那反正 這聽了一點討人厭 不過社會不就是這樣子嗎 因為家裡環境也不錯 我說那不然就買一個好一點的車給他 在年輕人啊 小小年紀啊 要開很高檔的車 這是看的蠻討人厭的 但是社會不就這樣吧 反正你有能力 你就買一個好這個比較好的設置給他開 那至少極限值是高的 那真的是真的撞上去或幹嘛的時候呢 其實安全的保護也多威脅啦 結果呢 他就真正就把我的建議 就是那個他是他弟弟嘛 他就跟他家裡的這個父母親講這個事情 說乾脆這樣做好了 他結果真的換了一個這個比較好的進口的一個跑車 幾百萬一台 然後也跟他講啊 也跟他規勸說 就買比較好車給你開啊 但是你自己也要懂事啊等等之類的 這個動之以情啊 後來呢 真的就沒事耶 就沒有再聽說 他這個老弟喔 發生怎麼樣的一個嚴重車禍或幹嘛的 聽說 那現在人都已經現在年紀很大 我現在講很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所以這個改裝這個東西 其實我常常在各種這種場合跟各位分享 但基本上法規上是都不對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其實在某個角度來看 因為車是生產給每個人開嘛 但是沒有針對客製化的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可以自己針對自己的需求做一些改變 某個角度來看 不見得不是一個好事 但是呢 一定要經過有相當know how的一個專業人士的一個建議或處理 像我們上禮拜就有一個朋友 他去買了一台中古車 他說賺到啊賺到 我說怎麼樣賺到啊 結果車開來一看 欸 車外表看起來真的蠻漂亮的 但是呢 一上路開就知道事情大條啊 為什麼呢 跟改裝是有關係 我們休息一下 哈囉 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就跟他講這個朋友啊 他說哦賺到啊 我車開過來看 我看起來車還蠻漂亮的 還說哦 這車他還做了一些什麼改裝哦 你看哦 那煞車都都改耶 看起來你看煞車盤好大哦 他覺得好像賺到這樣哦 那其實就我的眼睛看一下 欸好像是這樣哦 沒有仔細看 反正這個反正是他買的車嘛 後來呢 我們就上山去要喝咖啡 大家就約好在哪裡要喝咖啡 結果我就聽到他的車 他在我後面 怎麼轉個彎 就在那邊很多輪胎尖叫聲 怎麼搞的 那我就趕快停到路邊 然後他還停下來 我說你車有什麼 他說嗯 好像有點這個平衡上的問題 好像怪怪的 就 我就怎麼樣平衡問題 他說只要覺得 煞車稍微踩重一點 就會覺得尾巴好像就會甩 尾巴就會就會往外往外甩 這樣子 覺得很奇怪這樣子 嗯 那我們就開始漾漾看 先檢查輪胎 輪胎看起來四條輪胎呢 都是同樣規格 而且是磨耗也蠻平均的 沒有什麼吃胎 胎溫也夠 所以應該排除輪胎的問題 那再來呢 會不會是避震器呢 這個前後左右啊 這個四肢有一些軟硬不均等啊 那我們就車子四個角落 前後左右四個葉子板 我就一個一個去壓壓看 覺得這個避震器的這個damping 就是上下阻尼的感覺也差不多 就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那現在就指向說會不會是煞車啊 因為他說一踩 他就覺得好像是這個右後側 就開始往外甩 那想會不會是後面的兩輪呢 煞車力道不均哦 那其實以他那一款車子來講 其實你在踩下煞車的時候呢 這個煞車總幫油壓建立嘛 然後會踩油路呢 就進入這個ABS作動器 那ABS作動器進去之後呢 他會一個管路 就是到左前輪 一個管路呢 到右前輪 然後一個管路呢 就是單條一條拉到車車後方 然後呢 再經過一個T字型 就一變二嘛 T字型嘛 T字型的管路 就是一條從車前拉到車後 這是一條 然後到車尾之後呢 因為左右兩輪嘛 他分左右 所以就叫T字 分左右 這樣出去 也就是說呢 後面的左右兩輪其實不是單一 獨立回路的 他們這兩輪是共享同一個 同一個油路 其實大多數的車 這個 尤其早期的時候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照理說 後面兩輪的煞車的一個壓力 應該會均等 他不像前輪是左右各一個回路 我想要後面煞車這個空氣 有一邊沒有放乾淨 因為你共享一個回路嘛 你一定就是你這個空氣 但是那個一定要到修理場才能處理 你車頂起來去做放空氣的動作 不可能路邊就處理 那我想要慢慢慢慢開 後來要走之前 我忽然想 等一下 我仔細看一下 因為他那個前後輪有改裝 在出發前我們就有發現了 我就仔細再看一次 好 我就大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就是說呢 其實有一些這個朋友 尤其是年輕朋友 因為比較沒有錢嘛 有時候改裝就會挑選那種 有時候自己亂改 或是說買一些這個一些沒有品牌的 那種就是品質比較沒有保障的一些不知名品牌的一些套件 其實這是有危險性的 他們覺得很多人會喜歡這樣 一問哇那種什麼什麼什麼Brainbow啦 AP啦 那個哇那一套十幾萬不要鬧了 那很貴啊 不要說年輕朋友中年人都不見得花得起 那就會開始走向一些很便宜的 那當然有這樣的市場需求 有時候業者就會開發一些 我認為這些是不負責任的產品啦 就是用一些什麼轉接器 我不是這樣轉接器有人做得很好的啦 但有些就亂做 這個就很不好 用一些轉接器呢 讓你原來原車的煞車卡鉗啊 能夠往外延伸 等於說你這卡鉗本來 比如說離輪軸距有舉例啦 比如說本來是15公分 那你的這個半徑就15公分嘛 那你今天往後延伸3公分變18公分 那就是半徑延長到18公分 這是個力舉效應嘛 你越離軸心越遠去夾那個煞車卡鉗 而去夾那個煞車盤的話 你的煞車力道會越好 所以就往後延伸 然後呢再把這個煞車盤呢 好去換大一點 比如說你多3公分 那就換一個這個半徑增加3公分的一個盤子 整個直徑就變加了6公分 就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那一台車他就是這樣改的 但是呢我特別注意到是他居然啦 前後輪 前後輪的煞車都用同樣一模一樣的煞車卡鉗 大家有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今天可以回想一下你自己開的車 每個人開的車都一樣啦 好這個部分是一樣 就是你前輪的煞車 一定比後輪的煞車來得大嘛 你看前面的煞車卡鉗比較大顆嘛 後輪的煞車卡鉗比較小顆嘛 那如果多火塞的話 常常就是比如說前面是6火塞 後面就4火塞 那前面4火塞 後面就2火塞 一定前面比後面來得大 因為車子絕大多數的煞車都是 前進中在煞車 一煞的時候車頭下沉 OK整個的抓地力幾乎都集中在前方居多 所以前輪的煞車力道一定遠大於後輪 好那今天這位老兄他這個車子呢 他就是他的前車主 他剛買來 他前車主居然呢 把這個前後用一樣的煞車 就一樣煞車喔 因為反正他那個煞車碟片 一定是用非原廠的嘛 OK前後用同樣一片煞車煞車盤 然後呢也前後用都用那一款車的 原廠的前煞車卡鉗 那前喔是比較大顆的喔 然後都用裝的那個轉接器往後延伸嘛 等於前後用同樣的煞車就對了 好那這樣大家就可以想 依照我剛才前面講的 應該是一煞車的時候呢 車頭下沉 整個抓地力集中在前輪 後輪還會抬起來嘛 抓地力比較沒有嘛 所以後輪煞車一定要明顯低於前輪 才會平衡嘛 結果不是啊 改成前後都同樣的煞車啊 所以今天他一煞的時候 物理特性不會變嘛 重心拉到前輪 糟糕後輪的煞車力量過強 一下就鎖住 一鎖住之後呢 那那位老兄他那個車子啊 ABS就是壞的 然後呢 儀錶板裡面ABS燈 那個 被貼 貼那個黑膠帶啊 電火布啊 等於說你也看不到有故障燈 所以只要一踩的時候 後輪就因為煞車力道過強 就開始甩 就甩出去甩出去 就鎖死鎖死 那你如果說車子有點轉彎的情況的話 就會甩出去嘛 這多麼多麼的危險啦 所以我該前述了 就是說針對你每個人的需求 做一些適度的改變 其實我認為是有幫助的 但是呢 如果是亂改一通的話呢 真的是越改越傷腦筋嘛 好的 再來我們就是 連續上禮拜我講的這一個 內湖的交通 當然我想我提出的一個看法是很廣泛的 也不是光內湖而已啦 我覺得很多現實的狀況很難改變 但是呢如果說大家都能夠透過某種方式 我只能說某種了啦 也沒跟看法很多 透過某種方式 大家呢都是在遵守交通規則這方面呢 是有所進步的話 其實這一種交通打劫的現象呢 一定會有顯著的改變 好那據報導呢 這個交通局啊 針對七個瓶頸路口路段呢 就內湖啦 提出短期改善措施 包括削減分隔島增加車道 尖峰路段 這個部分路段調整為單行道 一堆 然後呢也針對這個賣場啊 好就是好事多嘛 當時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好事多我們知道生意很好嘛 那在等候要進入停車場的那個路段呢 其實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今天如果說那個地方 就是那一個舊中路嘛 好他那個路邊如果他那個地方是畫紅線 好你只要轉角轉角的話一定是紅線 這跑不掉的 好如果是畫著紅線 那就代表是24小時不准臨時停車嘛 所以依照原本的交通規則的話 那個地方你就不能在那邊停等 那本來就不能的紅線啦 你本來就不能停等嘛 那在停等就要驅趕 照理說是這樣 或是說基本上你停等就是違規嘛 但是呢我們有去那個地方 我想台北市民大家都去過那裡 你應該也知道 那個地方呢圍起了一堆這個交通錐 那看起來本意呢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時點之後我們繼續聊 然後呢開放Coin 好我們帶你回來 哈囉歡迎再度回到 汽車俱樂部第二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龐德 那我們現在到11點 我們這一個小時的時間是開放現場Coin的 Coin電話是028369-3398 你可以針對我們今天第一個小時聊到的內容 提出你更想法意見或不同的經驗 那在車子維修使用包容上 任何的疑難雜症 也可以透過這個小時的時間呢 這個空中修車場 把你的問題提出來 那在問答當中呢 相信對廣大的用車朋友都會有幫助 但如果說你不方便現在打發進來的話呢 你也可以到龐德的粉絲團 在臉書打入龐德 應該很容易找得到我的這個粉絲團 在裡頭會這個留言或貼文 我都會盡量的給各位做一些答覆 好那我們趕快接第一位Coin的朋友是江先生 哈囉你好 喂龐德你好 你好請講 龐德先生喔不好意思 我想針對您先前的剛剛一個翻車事故的事情 我想再給個建議 實際上我覺得剛剛那位就是小開他其實是可以再去參加安架的課程 因為其實多去體會到車輛失控的極限對於他的日後吵架車輛會有幫助 然後其實我想要講的今天想要特別Coin的有三件事情想要跟龐德先生您請教 然後也想給您一些鼓勵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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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情因為我也是車輛相關知識背景的從人 所以我很常看您在地球黃金線 或者是在一些廣播節目上面去做分享 我想我覺得實際上您第一個我想要給您的一個讚賞的地方是或者給您一個建議是 我覺得您可以在專業保修指示上 相對於其他的試駕或者是試車的一些網站的編輯 您在這個方面會有更多的優勢 因為您的保修經驗特別的強 然後或者您的實務經驗非常好 所以其實在針對不同車種的比較上面 我想這是其他的試車車手或者是試車的人員比較不容易發現出來的 我覺得其實在專業的角度上面或者在對於我們聽眾觀眾而言 這個是對我們最需要的 因為這個是在日後保修上面其實就是你的強項 我覺得可以順化你在這方面的能量 然後其實在常常聽到您在做 因為我自己也是內燃機相關背景的 所以比如說我在聽您在介紹很多專業的知識 比如說為什麼單缸一個排氣的容積大概都是400-500cc 然後去組合成四缸 其實我覺得某個程度也你也在協助我複習一些事情 然後有時候我們看到 教科書教的 對對對其實在車間 我們通常在講車界無師傅 所以實際上彼此之間都要教學相當 對對對那這樣 在這方面其實我對您來講是很積賞的 謝謝謝謝 所以大家都會彼此學習自己可能忘掉或者是久沒有夫妻的東西 然後第二件事情我想要跟您說明的事是 我會想要撥通電話來是因為我昨天還是前天我看到您在 160530您花了一個小時多去針對您160530購買的一個 新的到最後日後的維修 呃 承襲第一個我剛才想要給您分享 我覺得 我覺得我想說第一個其實您在那段影片表現的 或者在介紹的過程中 其實您做得非常好的 因為我相信在人力資源有限上面其實那樣子已經做得很好 然後我想要再補充一下 我說其實因為我很常在看那個Discovery的Weer Dealer翻修中古車 實際上它也是像您這樣其實會針對翻修的細節 或者一些經典的車種在細節上面 保修上面會有什麼樣的維修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其實可以給您參考 我相信這個會對於在您日後在那邊可以有更大的幫助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是我想要問的一個問題 是我個人的問題因為我手上有一台190320D才有的手牌 六速手牌 然後我其實在設定上面其實我比較想 也是想要像您先選在1360 您最近有一台1360 200P左右的手牌 其實上面也設定上是等於是像Funkcard的這個設定 所以我自己也碰到一些問題 就是我也會嘗試去做底盤M化 或者是為了改裝LSD 然後其實我現在也碰到一些問題 我說我現在還要不要再從事多連桿 或者是再把避震器改為避視燈 另外一個是當然因為渦輪增壓的柴油引擎 它改裝潛力比較大 所以我現在也會考慮做Intercooler加大 然後最後再去做電腦的Remap 但是我就會擔心到一個問題 就是您剛剛提到 您先前提到的1360的200P 這個其實在跑山路上面 實際上是有限量的特性 但是我擔心的是我在190300 這時候還這樣子設定之後 實際上在渦輪池字上 很難去跟您的1360 1360的200P這種NA的引擎上面會有 我不曉得該怎麼去做調整 我想聽聽看您的對應 好謝謝 其實該對先生顯然也是車界的友人 一些比較針對您的車子的一些改裝 我不妨建議您到我的臉書 我們可以比較一些仔細的溝通 那至於您前面講的那一段 其實這也是一直我在努力 就是我們汽車俱樂部之前 大概有十多年都在週末進行 通常我們節目都是第一個小時 我都會針對這一週 我們整理到會整跟交通相關的一些消息 做我個人的一些評論 那第二個小時的call in 就像現在我們這個時間一樣 但重點都會比較放在維修的部分 那當然我也不敢說自己有多內行 只是說我是從小 我從大概國小 在小六小小小的其實還蠻小 我就開始很喜歡去碰碰弄弄 我爸爸媽媽的車子 那到國中更是因為已經有點力量 就是拆東拆西的 換燈泡什麼什麼 我一直很喜歡弄 所以到後來當然你說已經到大專了 包括讀武專讀大學 除了在讀那一課本之外 就一直沒有停過 就很喜歡 所以我的手從幾十年來 但像現在比較少了 因為現在這個比較沒有時間 一直都會有一點程度不一的一點污濁 就真的是黑手 我喜歡自己一直默默弄弄的啦 但是我自己我倒 我沒有讀過這個所謂氣修科啊 或者是讀什麼汽車這個機械系啊 都不是我讀的反而是法政方面的 但其實有時候讀書 我不知道啦 一些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啊 就是讀書的選擇 柯西啊 有時候也並不是真的完全屬於你自己所感興趣的 但是我一直在接觸這個 我自己花 我覺得啦 我在學生時代啊 讀這一些中英中英文的 很多是日本有些日本翻譯的 印刷很爛的那些汽車學的書籍哦 讀的非常非常多 大就是大大的多於我真的在學校的課本 就其實我不管之前讀官吳公司 後來讀動物大學 這個在校成績都不是很好 因為都在玩車啦 所以我也為誠實跟各位講 我並不是科班啦 但是我的實戰經驗 我覺得我累積的還不少啦 所以如果說有時候講一些東西 大家覺得還有參考價值的話 我真的也覺得非常非常的感激哦 好那我們今天下一位是呂先生 哈囉你好 黃德您好 您好您好請講 請教一下說我的車子不是Golf 1.6自然進去 第六代的 是 那我請教一下就是說 當我綠燈起步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頓挫感 當我踩油門下去之後 要收油門的時候 車子會抖動會有那種頓挫感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我開高速公路 超過110公里的時候 右前方 會有那個 第一的聲音 那我持續在加油 聲音還在 但是當我一收油門 那個聲音就不在了 那就這兩個問題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彭德一下 謝謝 OK OK好好好 其實這個頓挫照您該的敘述了 如果說是起步 起步就一般一檔起步嘛 然後呢在 建立到一個速度之後會進到二檔 那照您該的這個描述 聽起來就比較像是這個 起步做一檔要進二檔的時候 會有這個頓挫動一下這樣的情形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其實八九不離十啦 是那個變速箱已經開始出現一些 這個磨耗的情形了 因為你還是一樣會換檔嘛 有一側可能你不會換檔 那就是鈴鐺別路 你還是會換檔 只是換的過程呢 會有這個不舒服的頓挫感 這個就是你變速箱內部已經在磨耗了 那我會建議您啦 但你如果說真的要徹底解決 那就是變速箱整個拆下來去做翻修嘛 那現在如果說是比較明顯是一檔二檔的話 那就是一檔二檔這部分的離合器片 是一定要更新的 但是呢 絕大多數的變速箱修理店 都會不會很少啦 行少會就是幫你只修一檔二檔啦 因為其實這個裡面的這個 包括零件通常是整套整套買的嘛 而且就算你一檔二檔比較明顯 其實二檔到三檔三檔到四檔 其實一定有程度不一的磨耗 一般就是裡面的這些耗材 都把它更換掉 那再裝回去應該就是OK的 但是呢 如果說有其他的可能就是 如果不是變速箱的話 那就比如說你起步 會換煙好像油門吹不起來 或是說在加速的過程跟換檔的感覺是無關 是會瞬間這個動力中斷一下 那些就有可能是引擎本身的問題啦 不過一檔案的敘述 我想應該八九不離十是變速箱 那不妨呢你先去找個車廠好把你這個變速箱油檢查一下 看你的變速箱油的油味 好跟他的這個粘稠度啊 是否還在正常的範圍 如果是的話 我想你可以選擇第一個就是就繼續這樣開嘛 他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其他的這個延伸的問題 那要不然的話 可能就是必須要變速箱去做一個這個 一般這是叫整心啦 好拆下來然後這個送到變速箱專修店 去做一個內部耗材的更換整心之後再裝回來 應該就可以解決 那這裡你剛才提到的在加速的時候 右前方會這個一個尖銳聲喔 嗯我必須說因為您的描述還太過籠統啦 我這樣不太能夠很清楚的告訴你說這可能是什麼聲音 所以這可能要在如果可能的話 您在比較精準的描述是什麼什麼位置 然後呢大概是把聲音再描述清楚 一般我沒有辦法去很清楚的講出來 這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有時候人坐在駕駛座上 你所謂的右前側就是你到你的車子的最右側前方 其實這麼長一段距離裡面的任何一個地方 都可能是你聽到聲音的來源 其實不見得是準的喔 所以常常我們這個要判斷車子異音的時候呢 這個最常出現在底盤店喔 就是可能車上都要坐 坐幾個人 前後左右各坐一個人 它就跟標兵是一樣 或者把它當是麥克風好了 就經過這樣子大家去判斷 會比較精準大概是什麼位置 而這樣子是比較精準的判斷位置 那從那個位置裡面再去找尋說 從這個聲音比如說尖銳的低沉的 發生的時機 才能夠比較更精準的掌握 到底是什麼地方出現問題啦 好不好 所以抱歉齁 好我們接下來位置鄭先生 哈囉你好 斷線了 欸你好 喔我們斷線的是 OK好 那我們這個 該斷線朋友再繼續打進來好了 好我們這邊有一個這個報導 他說呢 當汽車排氣管 排出的某種顏色是表現什麼徵兆 其實常聽我們汽車俱樂部的朋友 大概也可以替我回答了啦 那這個聽說網路上還蠻多人在看 我來唸給各位聽好了 他說呢這個車子開球難免會出問題啊 很多路上看到車子排氣管都會噴出一些尾氣 那像今年冬天其實蠻冷的 只要天氣冷 然後呢這個濕度各方面吻合條件的話 其實每一台車大概在尤其早上的時候 都會看到尾部是排煙的 而那個煙其實不是真的煙 它其實是水蒸氣 就跟我們這個蒸包子啊 蒸饅頭的時候水蒸氣是一樣的 如果水蒸氣的話那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啦 好但如果說是類似我們在烤BBQ啊烤肉的時候那一種白煙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會判斷什麼是水蒸氣什麼是白煙啦 如果是白煙的話呢 這就比較可能是出現一些你的車子喔 可能有一些吃雞油的現象了 好還有一些什麼其他的顏色呢 我們待會有機會再繼續說齁 我們來接著一位是高先生 哈囉你好 龐德兄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剛剛那一位您答覆那位購物車主 我是GTI的車主啦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啦 我這個車子一直以來 當然也有參加一些俱樂部啊 多多少少總是會聽到一些 一些同號車子故障的問題啦 那這個也是最近這幾年都有的問題嘛 就是GTI的這些問題 但是多多少少我車子也是有問題 但是前幾天又碰到一個同號 在高速公路上他就失去動力啦 那與其這樣子 我是如果我換作聖靈市車主的話 我想請教你的意見是 這台車我就是見好就收把這台車賣了呢 還是一直要等到它出事呢 我實在是因為原廠是跟我講說 這個不會啦 因為它這個畢竟跟剛才那個 NN1.6那台車子的那個 變速箱是不同嘛 完全不一樣 它是不用加那個變速箱油 我這個是失事的 比較不會有什麼問題啊 但是先前也有發生過 動物突然消失啊 它是跟我講說裡面有小東西 什麼碳罐這個需要更換 但是我總覺得不是因為這個東西 就會讓車子整個動物就消失啦 那它當然原廠的答覆是這樣子 那後面還有很多其他同號就是 維修一維修起來 變成像這樣二三十萬十幾 十幾二十萬 我覺得這個費用非常的高啦 那我一直 這幾天都一直在跟我那人討論 到底那小孩子也小啦 如果說哪一天在高速公路上 突然失去動力了 我是要 OK 我如果想說 你明明覺得啦 我再了解你的問題 你了解我意思 好謝謝 先進廣告之後我們來回答你 哈囉 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我是主持人龐德 那剛剛這個朋友問到 他關於這個Golf的GTI 這個DSG 當然不是走GTI裝DSG啦 其實福斯集團的時候很多都裝了這個 所謂DSG自動手排系統 其實真的很多朋友其實還不是很清楚 什麼是自手排 什麼是手自排 它是不是不一樣的 手自自手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一般所謂的手自排 只是模擬手排的自排變速箱 它結構還是跟傳統的 我們大家開的自排是一樣的 是一壓的 動力沒有直接傳輸的 是經過扭力轉換器這種間接傳遞的 那手排呢 就是所謂的自手排 就是自動提供自動模式的 手排變速箱 包括福斯的這個DSG 包括福特的這個Powershift OK 甚至包括BMW的SMG 或現在的這個DCT 都是所謂的這個自動手排變速箱 而其中有部分的一些差異啦 但是我先跟各位報告 之前講到這個 就容我跟各位報告一個故事 也是剛發生的啦 其實在我今年的農曆過年的時候 大家有在看我的臉書的朋友 應該有注意到 我在過年的時候呢 我有跟各位分享了一個 就是當時我開了一台車 然後是這個B&W E60 M5嘛 其實當時我本來已經 我是要買那個車子啦 我是要買那個車子 所以跟各位分享 很多人也是拍手叫好啊 因為那個車子是很經典的齁 那其實那個車子我最喜歡的地方 有兩個啦 一個是最主要的齁 就是它是最末代的 5系列的M Power自然進氣的 它是10缸5000CC 然後呢507匹馬力嘛 那是F1科技的引擎 直接道路板齁 非常的棒齁 那當然整個底盤齁 也是這個M化底盤齁 非常棒 那第二個就是 我在去年 去年的時候 年初吧齁 我當時在臉書也有跟各位分享 我本來是開那個 E39的M5齁 純手排 六速手排 一樣5000CC 但是卻只有400匹馬力 但是它是純手排齁 那不扯我開 也開了超過十年啦 開了很久 就是反正有點年紀齁 膝蓋也不適合這樣 一直去損耗它齁 所以我想那就換個這個自動手排吧 OK 所以當時我就想要選擇這個 這個E60M5 那很多人也看了我那篇文章齁 貼文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回去看看 我的粉絲團裡頭有這個貼文 但是呢後來 我也開了不過兩周吧 我最後 我決定還是放棄好了齁 放棄好了 就是那個 其實E60M5上面這個SMG啊 它那個S齁 就是Squential 就是英文的所謂的 排序嘛 那一般翻譯成序列式變速箱 就是一般 一般我們這個 手排的話 你比如說打一檔 一檔之後你才離合計 之後可以再打三檔 你不一定要一二三四五六嘛 不一定要照順序來嘛 但是呢 這一種 所謂序列式手排變速箱 就是它必須要一二三四 跟自排的那種加減一樣 它不能說一跳三 五跳三不行 它是一二三四五或五四三二一 這叫序列式齁 但它是手排的 但它必須是序列式 它就是一個自動去做手排變速箱 這個動作的一個系統啊 那這個東西跟後來的這個 所謂的福士DSG是不一樣的 因為當時啊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這零五零六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這個 BMW這個所謂SNG啊 還是在160上面 還是屬於單離合器的 單離合器呢 就是說 它的變速箱本體 基本上跟傳統手排幾乎是一樣的 它只有一片離合器 一個這個離合器壓板 也就是說 我們開手排的時候 我們必須踩下離合器 釋放那個壓板 然後呢 這個時候才可以打檔入檔 一檔 或二檔 入檔之後呢 你再透過 逐漸的放開離合器 讓它咬合嘛 然後呢 這個時候再補油門 這樣起步 對不對 這個動作會開手排人都知道 但是這個動作呢 在這種所謂的自動手排的車子上面 它就是全部交由電腦來做 電腦再配合油壓缸嘛 油壓缸才有力量啊 去推動這個換檔的這個排檔桿啊 然後呢 去推動這個離合器踏板啊 那本來是你腳踩 現在就沒有踏板了嘛 它不用腳踩 而是用油壓缸去做 那油壓缸要做什麼動作呢 它的timing呢 就是電腦全部程式都寫好了 那只有一件事情 駕駛人還要做什麼事 就是踩油門嘛 那今天油門也變成是一個電腦訊號 透過你踩的油門 再透過車輛的目前的時速 甚至透過一些側向的居止感應器 去判斷說 如果這是一台手排車的話 目前駕駛人應該是想幹嘛 想當一個了解我的意思吧 對不對 如果這手排車 我今天除了踩油門之外 駕駛人這個時候應該是踩下離合器的 好這個時候應該是入檔的 好順序如何 電腦就是這單經過很長時間的模擬 把它寫成程式 那現在駕駛只剩下踩油門 其他就是電腦去幫你處理 好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今天如果說你開這一種所謂自動手排車 你油門踩下去 如果說你手排的話 你可能在踩離合器的時候 你可能會油門放一下 因為你踩離合器的時候 油門不放 轉速就空轉了 對不對 你會放一下油門 好然後這個時候你打檔 然後再放離合器 這大概有個一兩秒的時間差 或者兩三秒看打檔的速度 有時間差 然後入檔之後你油門才下去 但是你今天如果開自動手排的時候 你油門會去放完 你不會放完 就踩著就油門就固定在那個位置 對不對 就跟自排車一樣這樣開 所以呢 你踩下去的時候 電腦它知道你要起步了 它就會去做踩離合器 然後呢 進檔的動作 然後呢 還要去替你怎麼樣 主動的關一點油門 雖然說你腳是踩著油門的 它就關一點 然後關到應該要放的時候 它再回到你原來的深度 所以你開起來會覺得怪怪的 某油門明明踩著 但是呢 車子會 賣掉 又上去 怪怪的 就不順嘛 對不對 所以早期的SMG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一部160 也就是如此啊 160M 那就是 因為它這樣一個機制 基本上 以現在角度來看 是比較落伍的科技嘛 所以這個 又尤其車子 可能也 您這個 沒有做一個很好的調整 所以整個換檔 非常的不順暢 尤其是在用第一檔 像我剛才講那種開法的時候 你會覺得 甚至有時候自己會被嚇到 忽然間頓挫一下 咚一下 或是反正 不是很理想 後來我就放棄了 後來就 後來就買一般的這一種 自拍的車子啦 那現在我們剛才講那個DSG也是一樣 這DSG也是一樣 這DSG為什麼會出現 剛才這個朋友提到的 這個所謂的什麼五燈獎嘛 死亡燈號嘛 對不對 這很多開這個DSG朋友 在網路上常在講的一些這個標題 就是說看一看 當它出現變速箱故障的時候 喔 直接就失去動力耶 可能引擎還會發動 但是怎麼加油 車就不會跑 這個呢 也跟我剛才前述的 不管BMW SMG 160M5 或146M3 都是會當它偵測到變速箱有故障的時候 它就在 只要符合某一條件 它就會進入一個 你完全無法入檔的情況 那無法入檔 車就不會動 因為它是一個手排車的架構 但是為什麼這樣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吧 以前我們開手排車大家都有印象 如果說今天你 手排沒有控制好 我們現在講手排喔 你不要踩離合器 直接把一檔給它用力推下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是尬一聲 或是動一聲進來 然後車彈一下 車會彈一下 車會彈一下 因為 因為手排車的概念是 當離合器釋放的時候 它是一個動力 完全被傳遞 引擎的動力會百分之百傳遞到傳動機構 完全傳遞 也就是說 當今天 離合器在一個不該被釋放的時候 而被釋放了 然後引擎是在運轉的情況之下 其實車子會衝出去 起碼會往前彈 彈個一段距離 也就是有危險性的 但是傳統自排變速箱 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傳統變速箱 除非在一個高速巡航 比如說你這個是第五速或第四速 高速巡航的時候 會在高速的時候做一個 這個所謂lock up 讓你油耗降低 但是呢 在其他的低速檔位 車子速度慢的時候 永遠沒有所謂的完全傳遞這件事情 中間都是有扭力轉換器 是被滑叉滑掉的 所以當它偵測到一些故障點的時候 常常呢 這個傳統自排變速箱選擇式 進入一個所謂的Limp Home 跛腳回家模式 故障在亮起 但是你車子可能永遠固定在三檔 或者是二檔 那你可以 車可以移動 但是性能耗弱很慢 但是可以移動 但是自動自動手排變速箱 我剛才跟各位報告 因為它先天的特性 當它產生故障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出現不預期的一些危險性 所以呢 當它故障累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的選擇 它為了所謂的安全的理由 就是讓你呢 直接完全無法入檔 這就是大家DSG 大家最害怕 你不要說DSG啦 我剛才前面講的那164M 146M3 那種所謂SMG喔 也是也是會出現這樣狀況 當你出現到一個程度的故障點的時候 它就是完全就無法入檔 就不會動了 所以今天我講到這裡喔 我想 雖然故事有點長啦 但Somehow呢 應該也 在某種角度的去回應了 剛才這位朋友 您問的問題嗎 今天你為了追求一個所謂的高效率 這個零滑差 但是你又不願意去踩離合器 去排檔 像傳統手排麻煩 所以呢 在一些科技的一個加持之下 做了這個所謂的自動手排變速箱 OK 早期就是我剛才講 單離合器的SMG 順暢度不好 而且你會產生最後的故障危險點 可能還是 是一樣的 那後來又發展出像這個福斯這種DSG 或福特的Power Shift 這叫雙離合器 它跟傳統的這個單離合器的自動手排差異 主要只是說它有兩個離合器 然後呢 單數檔跟雙數檔各有一組不同離合器去負責 所以當你在一檔要退出來進二檔這個動作呢 在有雙離合器的車的時候 當你一檔要退出的時候 它二檔也進去同時做 它不用一檔退掉再進二檔 它同時做因為要兩組嘛 所以它會讓你這個車子開起來 換檔感覺是很順暢的 沒有我剛才講踩的油門 會覺得車慢下來又進來 沒有那種感覺很順 但是它的本體還是一個手排變速箱 所以一樣當它累積到某種故障點的時候 它的緊急狀況處置就是讓你完全無法進檔 好我們休息一下 哈囉歡迎再度回到汽車俱樂部 我是龐德 那我們還有最後的十分鐘的時間 依然是開放現場Coin的 Coin電話是0283693398 大家也可以到我的臉書上 先幫我按個讚 我非常感謝您 然後在裡頭呢 貼文或者是在裡頭我的文章 做回應 我都會看得到 會盡快給各位做答覆 所以我剛才講就是說 有時候未常常那麼覺得啦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臉書上應該可以觀察到 其實龐德我自己的車子 通常都不是非常新穎的車子啦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車子做到最後 已經有些東西是為了做而做 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很需要 我覺得這個應該有時候看消費者自己的想法啦 像你說是不是一定要自動手排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看每個人的取捨 你為了那一些的效率所謂的高一些 但是可能後續要承受很多的維修的風險啦 所以剛才那位朋友您問我 要是我會怎麼樣 那是我我一定換車了 所以我剛才講說我本來要買160M5 後來我改買530就是因為那個變數項 好吧 OK我們繼續接call in的朋友 這位是陳先生 哈囉你好 哈囉 龐德你好 你好你好 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是 我車子是那個Torvita Cameron 1993的 是 我那個之前在開車的時候都很好很好 然後後來我開那個二高的時候 在那個通宵或者是清水那邊 我會覺得好像是風比較大 我稍微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方向板 感覺會有一點輕輕輕的飄移的感覺 那應該是風突然間震風吹來吧 喔是這樣 因為我在平地是不會這樣 嗯 所以你剛才強調是 到那個路段就特別會這樣子 欸 那個路段會 那平常 就是速度稍微快一點好像也會 或者是我輪胎比較薄的時候也會 喔 喔 OK 所以我是懷疑是不是 我那個 是不是要 那個叫 那個 那個什麼 避震器喔 欸不是 不是避震器 就是那個 泡泡油那個 是那個要需要 泡油喔 泡油還是說泡的那個 那個什麼 齒輪 那個 需要去調整 可是你說平地不會啊 就高速公路才會 對對對 OK 好 我再了解你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那個 那個 煞車油喔 嗯 就是會 隔了一陣子會稍微地檢 從 從maxima到minima 喔 地檢這麼多喔 就隔了大概 差不多三個月就會這樣 喔 那這個很嚴重喔 很嚴重喔 好 你一定要先掛掉 這個一定要處理 我回答你 OK 好 我先講第二個問題 因為第二個問題比較嚴重喔 就煞車油這個油杯喔 它基本上 在正常情況之下 它本來就會慢慢地遞檢 但是遞檢並不是說 油跑掉了不是 正常情況下 煞車油在你車上的量 是永遠不會減少 我想正常情況 好 那為什麼它會遞檢呢 因為你的車子四個輪子疊煞嘛 它那個疊煞 疊煞就是油缸會往外推 那推誰 推煞車皮嘛 那你今天煞車皮 越用越薄的時候呢 它油缸當然就會推的位置 越來越外面 那這個時候呢 你打在油缸的油 就是跑去油缸的油 會慢慢慢慢地增加 但是呢 你這樣想就好 你今天煞車皮 一般正常人開 多久換一次煞車皮 有人三年五年 對不對 甚至更久才換一次煞車皮 就是很久 我們就抓三年好了 好 用三年 好 換煞車皮 那但是剛才這位朋友 你提到說 喔 你對不對 你剛才說什麼 一個月還多久 就從maximum降到minimum 這絕對是有問題的 就正常情況 只有因為煞車皮的魔耗 讓你的油杯的油呢 會慢慢地減 而且也不至於到maximum到minimum 絕對是沒有的 頂多就是比如說本來是maximum 現在因為煞車皮磨到底 要換煞車皮囉 這個時候呢 變成是maximum到minimum中間的 比如說八成或七成的高度喔 所以我講到這裡應該很清楚 你的車絕對是有問題的 那時候為什麼會這麼快 從maximum到minimum呢 那就是你的車子在漏煞車油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煞車之所以能夠有力量的建立 就在於它是一個密閉的一個壓力回路 從你踩下煞車的那個油缸開始 到四個輪子的油壓缸 包括中間的ABS作動器 包括這個圖中的這一些煞車油管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可以被滲漏的 不可以 為什麼要強調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被滲漏 因為你只要任何一個地方有滲漏的話呢 你整體的系統壓力都會銳減 這是很危險的齁 所以你現在你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去趕緊 我建議你現在就去齁 因為這個煞車這種事情冒險不得的齁 現在就去車廠檢查 把車頂起來去檢查 我剛才講的嘛 煞車油就從頭查到尾嘛 從油杯開始進入你的油缸 油缸然後油管出來到ABS作動器 然後ABS作動器 再經過油管拉到四個輪子的卡前 去檢查是什麼地方在漏油 一定檢查得到 因為油不是水啊 它不會蒸發的 所以你漏油點呢 一定會有很明顯的油漬 是哪裡就處理哪裡 好不好我要強調 煞車試駕 雖然說是有兩個回路啦 但是你今天如果這個點 有某個地方在滲油的時候 至少有一個回路的壓力一定下降 只是也許你沒有發現 因為你可能 大家平常開都開得很緩和嘛 你現在比如說 右前左後是一個回路 左前右後是一個回路 但其實現在呢 我假設齁比如說其實你的漏油點 是造成左前右後這個回路壓力比較低的 但是因為你平常都對不對 都不慢慢開 煞車你也不覺得有問題 因為你現在油還 算到minimum但是還有油嘛 所以你還是有煞車 只有兩條路 第一條路是等到漏到低於minimum 再低到油杯都那個油壓缸都吃不到油的時候 你一踩空煞車是沒有的 那就非常非常可怕 那第二個第二個現象就是 你今天如果在這樣的現象底下 你如果遇到一次你需要緊急煞車的時候 你重踩煞車 那你想吧 左前右後煞車弱 右前左後煞車強 車子會怎麼樣一定偏滑 一定偏滑 所以真的很危險 假裝車你應該知道它的危險性 趕快去把這個問題處理掉 好再來就是您提到這個車子好像會飄 好其實早期的這個Toyota的車子 錯實在每一台都輕飄飄的啦 就是它省油然後故障率低 但是車子的handle本來就不好 避震器很軟 那你現在的狀況呢 如果說你希望讓車子在現油的條件之下 能夠變得行車能夠更穩的話 我覺得你避震器 因為93年已經很舊的車了 避震器如果沒換過或者很久沒換的話 我就避震器把它換了 因為避震器就跟輪胎的抓地力各方面是有影響的 然後輪胎去檢查一下 它的胎紋跟胎壓是不是在一個正常值 但是依你的描述 我不認為說你的車子是有方向機間隙過大的情況 因為方向機間隙過大不用高速公路啦 一般路況你就會覺得在中間的地方 好像翻盤有轉但是車沒什麼動 有一段是空空的 那個才是所謂的方向機的魔號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排除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避震器的更換 其實有些人賦予它太多的想像啦 比如說在我臉書裡頭 這幾天就有位朋友 他是開一個箱形車 他就先問我說 改氣壓避震器好不好 我說你為什麼要改氣壓避震器 他說因為他那台箱形車 他覺得這個太過顛簸 做得不舒服 那要不要改成氣壓避震器 我跟他講說 改氣壓避震器 不見得會好多少啦 反而花很多錢 那就再問了 那我要是不是去換改裝的避震器 或者改什麼某個型號的輪胎 應該我的車是不是坐起來會比較軟 比較舒服 其實我就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因為其實在市面上各種車款來講 通常原廠配置的避震器 通常都是最軟的 而你到外面的 只要是非原廠這種改裝品牌的 一定都是比原廠來得硬 很少會尋求更軟的 所以呢 這個部分大家一定要了解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這個變軟的話 而你真的不能接受啊 我想可能換車才是一個比較解決 解決問題的一個方式啦 好那我們節目呢 進行到這邊了 這是我們調到早上來 應該是第三次節目的進行了 所以今天朋友一樣 如果說有寫什麼問題要問我的話 除了鎖定下禮拜的節目之外呢 也可以到我的臉書上去留言 不管是這個回應區 或是貼文 我對盡可能給各位做滿意的答覆 好我們下週見了 拜拜